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個叉燒包 你不要說我經常說全香港最好吃 我第一次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我已經花很多錢 吃了很多很難吃的東西 然後我難吃的東西 我也懶得再折蕩 去罵人家 現在大家賺錢這麼艱難 我只會拍一些真的我覺得好吃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拍都說 好多好吃 全香港最好吃 最好吃 那是真的 其他不好吃的 你是不是要我拍給你看 這個我一邊吃一邊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這是全香港最好吃的叉燒包 這個叉燒包 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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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構就是空位 第一 叉燒包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包和餡的Ratio 它非常之好 包和餡的Ratio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進景軒最厲害的一件事 是什麼 就是 那些 那些 那些汁做得很好吃 而那些汁在外面街 我未吃過一個叉燒包 有這個 這麼正的味道 它的叉燒 又非常好 這個 那些汁是 淋滿一個包 這樣 就變成了 吃包的時候 很有味道 滲了那些汁 滲了在包裡 嗯 我說過這麼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討厭吃熱包 所以 和你爹這麼久才放進口 嗯 嗯 我自誇炸雲吞 真的沒得彈 但是來到這裏 我都一定要叫這個 炸雲吞 故之然它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汁非常棒 我一個人可以吃五塊 五塊 五塊 脆了 嘗嘗 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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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炸雲吞有兩個版本 這個呢 好像炸的春捲皮 但我家裡炸的就是 廣東的雲吞 黃色的皮 兩個不同 這個脆很多 對不知 跌了你 我工人和我新買了一個20元的stand 要來拍攝 為何拍攝跌了你 繼續說 我家的炸雲吞 這個炸雲吞就是春捲皮 我家的炸雲吞就是 你去街上吃的黃色雲吞皮 兩個不同的 這個脆很多 我家的沒有那麼脆 不過兩個都非常好吃 否則我認屎認屁 我怎會吃人的炸雲吞 另一個必吃的就是 XO醬腸粉 可以說是金小姐的治愛 很多人來進景軒 我昨天吃麻辣火鍋 他吃四川菜都有一手 我自己就不太吃得辣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這個是我每次來都要吃的 其實它也不太辣 但是因為它中間有些青瓜在這裡 所以將辣味又調到它 即是自調 你看看 都流口水 不能彈 就這樣 吃了 相當好吃 如果你不吃得辣 好像我這樣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又不是辣到吃不到 沒吃東西之前 這個叫做開胃醬 你知道我不點醬 但是我的朋友都告訴我 為何你不拍開胃醬 這個開胃醬好吃到不得了 我沒試過 亦都不會試 因為我不喜歡點醬 你們可以試一下 說真的 在香港喝茶再有博餐吃 以我記憶力 除了車軟軟的那間奢侈 師傅教我如何做博餐 但這裏的博餐都相當好吃 這個 Mr Chan Chan說 在尾心都可以吃 不過 我們剛才說 這個時候 每個人家裏都有博餐吃 不過用的餡料有些不同 我們河偏 就是韭菜 蝦米 可能是有些菜脯 另外有個朋友 她說她家裏用豆角 豆角 說到粉果 我姐姐的粉果 都可以說是全香港最好吃的 這裏就排第三道 還有一道我覺得好吃的 就是 明廚 這裏的粉果 我喜歡它的 不是用一些潮州皮 是用一些傳統粉果的皮 它的粉果 都相當多芫茜 亦都相當好吃 我有個朋友馬上皺鼻頭 因為她不吃芫茜 這是芝麻蝦多士 我是第一次吃 所以我頭髮都沒有拍 你看到少了一隻 原來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第一次吃 從來沒有叫過 是否新的 在菜單上 這個是剛蒸出來熱騰騰 首先一件事 就是解釋一下熱騰騰的一件事 如果適應等下一個熱騰騰的蝦餃好 粉果好 或者是小籠包好 總之是這樣 你千萬不要夾 因為如果你是這樣熱騰騰的 夾的就是蝦餃、粉果、小籠包 你包你的蝦餃和皮會脫開 而且又會黏住你的筷子 十萬樣東西都不適合 要等到它差不多 現在我特意拍一下 說到它的煙都沒有了 現在還有很多煙都飆出來 等到它沒有煙的時候 你才會好夾 第一是不會黏筷子 第二是不會皮和蝦餃脫開 好了 浸景軒的蝦餃非常出名 原因是 我賺了它起碼十年以上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它有一個叫Bite Size 什麼叫Bite Size 就是一口一口就吃到的一隻蝦餃 而現在輕有些蝦餃大於你的頭 那些蝦餃是怎樣 一口吃不到蝦餃 你要咬開一口兩口三口 有些蝦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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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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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蝦餃 蝦餃是要夾起來 有些蝦肉 夾起來 吃到口裡才好吃 那你咬開它 蝦還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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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另外一件事 完全失去了吃蝦餃的意義 所以吃蝦餃 最緊要是一口一口 少少的汁 那你吃到才能吃蝦餃的精髓 現在講得夠久了 已經兩分鐘了 可以吃蝦餃 當你冷了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夾 當然我的筷子比較髒 吃過很多東西 等下來就這樣 完全沒有問題 你熱啦啦 你試試這樣夾 包你夾不到 這隻蝦餃是夾得起的 又不會黏筷子的 放進口裡吃 嗯 好燙 成語有句 口大食蝦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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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一口一口 我訂了四口蝦餃 所以口大食蝦餃 不然怎样得全世界滑蛋 我喜欢牛河炒得很香 我先来一口 最重要是自己家里炒不到 原因是什么 第一 这个炉没有那么猛 很难炒得这些河粉炒得香 我们不够力 又拋不了锅 炒得来的河粉就碎了 所以这个一定是佳食 滑蛋藕有个好处就是 它煮到河粉又更加滑 有不同的食法 干炒藕也好吃 菜圆藕也好吃 滑蛋藕也是我其中一个最爱 好香 大家还记得我去炒这个星洲炒米 这个星洲炒米就是奶是进景軒 吃得非常好吃 然后我再问她的师傅 究竟如何炒的呢 这个星洲炒米炒得这么好吃 第一要研究一下颜色 有很多时候星洲炒米的颜色 真的不够漂亮 有时白了 有时太黄了 但是这个星洲炒米 你觉得刚好 你还要看到有些蛋 它又不是蛋丝 它又不是蛋碎 它总是有些蛋 这个蛋炒得很香 然后它各样东西是很适合的 是一些丝类的东西 加上有少少虾 有些地方它们那些 什么丝都放进去 那你又不开胃 你留意一下 银芽在这里 好了 洋葱 红椒 青椒 九黄 一些条条是这么阔 条条是这么阔的 这个正正是 你看到那个师傅 有没有生机去做它这碟东西 让你吃 这个呢 是自从疫情之后 就没有这个豆腐花 今天呢 是故意 开求请求要求底下 就做一碗豆腐花来吃 是很好吃的豆腐花 不过呢 我想吃完今次 又要等它不知何时 有几样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疫情之后 没有了 咖喱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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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就會釋放污染物出來 你吸收污染物 你說多危險呢? NCCO空氣處理機就不同了 它有兩層 第一層就是風禽濾網 第二層就是NCCO用礦物材料做的一個濾芯 它不會飽和,亦不會失效 亦不會放污染物出來 你說NCCO空氣處理機是否比較安全呢? NCCO空氣處理機,在蘇技士多有得買呀